性罪的密室 避孕套使用者、堕胎者、色情观众、不道德的教皇、牧师、政客、男女同性恋者 欢迎,亲爱的 我当时正在参观性罪的房间,那里有很多部门 地狱中的 然后我们搬到了一个看起来像昏凝土火床的地方 恶魔在那里扔人 这就像一张火床 人们在那里燃烧,因为他们在生活中卖淫 他们被放在这个昏凝土的火床上 因为他们曾经躺在卖淫的床上 这是他们的折磨 他们会躺在这具昏凝土的火床上 当我们在那里时 我听到一位年轻女士说 主啊,我的父母是牧师 请把我带离这里 我们立即走向那位女士 主问她 我的女儿,这地方真的是你选择的那部分 胜过我吗 她回答说 主啊,我希望我能听从父母的话 我的父亲和母亲和我交谈 警告我关于地狱的事情 我一直从父母那里听说这件事 我对此并非一无所知 但我没想到这个地方这么可怕 当我的父母警告我时 我没有听他们的话 我在大学里受到朋友的影响 我们曾经出去卖银和男人上床 我们在大学里和老师上床 是为了获得分数和通过考试 我们要去酒吧和夜总会和男人睡觉 以换取钱 通过卖银 我羞辱了在我们城市受到尊重的父母 真是太可惜了 他们曾经对我说 女儿,以你在大学里过着罪恶的生活方式 如果你继续硬着你的心拒绝悔改 你就遇到了严重的危险 因为有一个地方叫做地狱或折磨的地方 但我无视他们的警告 我无法理解这个地方的严重性 我继续我卖银的生活方式 有一天 我和一个男人一起去酒吧和夜总会玩得开心 当我们回到大学时 我们发生了一次意外 我摔倒了 主看着这位女士哭了 主说 我的女儿 你有时间和机会在地上悔改 但你为什么要浪费你的生命和机会呢 现在 看看你跌倒了哪里 为时已晚 在这个地方 我看到了一个生活在卖淫中的世界名人 我看到了所有种族和所有国籍的人 地狱中不道德的教皇和牧师 我在这个地方看到许多古代的教皇 我惊呆了 他们被扔在火床上 他们受到折磨 我说 主啊 教皇们在这个地方受到折磨 耶和华说 他们的外表是虔诚的 却否认他的能力 提摩太后书三比五 主说 这些祭司是一群伪君子 他们中的许多人假装没有孩子 但他们有孩子 他们的女朋友是修道院的姐妹 他们对自己和修道院的修女们说 如果我们和修道院的姐妹们一起睡觉 这不是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是圣徒 他们也是圣徒 这是在我们之间 我在这里看到的教皇 是在我出生之前的一个世纪前 他们都和修道院的姐妹们睡在一起 他们有孩子 因为他们认为 姐妹们和他们一样是圣人 他们假装生活在圣洁中 但他们却和姐妹们睡在一起 他们给了姐妹俩钱 他们有孩子 这就是卖淫 在这个地方 我看到牧师 这些牧师受到严厉的折磨 魔鬼把一些看起来像圣经的东西放在胸前 这不是一本真正的圣经 而是一本在高温下加热的金属圣经 他们按在胸前 魔鬼告诉这些因不道德而来到这里的领袖 你们非常了解圣经 向我们展示您的知识 这具混凝土的火床是一张卖淫的床 我看不到它的开始和结束 它们是无数被困在这个混凝土火床上的灵魂 我们终于飞越了混凝土火床 然后我看到一条熔烟河 在熔烟河下面 我看到无数被俘虏和锁链的灵魂 它们潜入熔烟河下 灵魂在地狱色情 在火盒之上 我看到了电视机 手机 平板电脑 和各种电子设备 主说 这些灵魂依附于色情电影 它们在电视 手机 平板电脑 和所有这些电子设备上 观看色情内容 这些设备在河上高喊 正义 这些机构正在谴责它们 它们使用的这些手机 可能已经坏了 但在地狱里 它们会大声疾呼正义 因为它们是那些 电污这些设备的人 我看到电视和手机漂浮着 声称正义 这些装置越是要求正义 这些巨大的锁链 就越能束缚这些被蛀罢的灵魂 我看到这些链条 正在上升到更高的表面 主说 这些锁链升到地上 当那些观看色情作品的人 死于它们的罪孽时 这条锁链会把它们绑在脖子上 把它们拉到熔岩的海洋下面 弟兄 当人们在葬礼上 对已故的亲人说 安息罢时 我总是感到痛苦 因为许多人 不会去平安和安息的地方 当财主死去时 圣经说 它的灵魂去了折磨的地方 大多数死者都去了折磨的地方 但人们一直说 愿你的灵魂安息 我看到人们在折磨的地方 忏悔并要求怜悯 但对它们来说为时已晚 由于色情 它们是熔岩和锁链中的数百万灵魂 它们被困在熔岩深处 它们甚至不能漂浮在海面上 它们在深处 我们下降 我看到这些锁链比人类大 这些锁链紧紧地窒息着它们 灵魂在地狱为女同性恋和同性恋 我看到一个地方是一个巨大的坑 在那个坑里 有人 它们在火焰中 它们头晕目眩 四处奔波 寻求逃离火源 它们哭了起来 我看到这些人拿着它们的 实际上 我看到蛇从它们的出来 这些蛇在它们的身体上到处移动 进入它们的眼睛 移动到腹部 并在它们的性部分出来 我在坑上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恶魔 它们在嘲笑和嘲笑这些迷失的灵魂 耶稣说 这些女人与女人发生性关系 它们是女同性恋者 这里的这些人是那些肌肩和同性恋的人 它们的手指和性器官被蛇取代了 在这些人中 我看到了一位国家政治家 这位政治家正在与在他的内阁工作的男人 建立同性恋关系 为了在他的政府部门工作 他们必须接受和他上床 我看到他的生殖器官已经变成了一条蛇 正在咬他 我看到另一位被总统杀害的政治家 他是一个反对者 他被绞死和处决 因为他反对已故总统蒙伯托的独裁政权 但当他在政治处决中去世时 他也是同性恋 令我惊讶的是 兄弟 我看到前总统蒙伯托本人 在这个女同性恋者和同性恋者的地方 我们已故的蒙伯托总统 是一个在该国表现得像国王的人 这个人在该国造成了混乱 他喜欢荣耀和权柄 因为他认为自己是神 我看到这位前总统 被在座的人折磨着 这些人对他说 是你把我们带到这里来的 我们因为你而迷失了 我看到这些人 正在咬已故总统的生殖器 指责他是他们折磨的原因 我说 主啊 就连我们的总统 也在这个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的地方 主说 这是他在地上时所选择的生活方式 他和女人和男人睡在一起 所有和他睡过的人都在这里 他们聚集在他面前 他们指责他 他们咬他的 我在地狱里看到了所谓的娱乐场所 弟兄 如果你杀了一个男人 让一个女人掉进地狱 你就会被带到娱乐的地方 这样你带到地狱的人就可以折磨你 任何因为你而下地狱的人都会在地狱里折磨你 因为你是他掉进地狱的原因 地狱里该死的灵魂堕胎 然后我们离开了女同性恋者和同性恋者的地方 当我们移动时 我看到一个巨大的坑 里面有无数的婴儿 他们哭着说 妈妈 你为什么阻止我的生命 你为什么不让我活下去 哦 主啊 愿公益的赦免 我看到这里没有火 看到地狱里有这么多婴儿 我惊呆了 这真是太可怕了 主说 这些都是流产的孩子 当他们的父母去世时 他们将得到他们的正义 我说 主啊 但有些国家授权堕胎 主说 魔鬼知道 要说服大多数人接受堕胎并不容易 这就是为食魔 他进入政治体系 以使其成为法律 他们使本应将人们 带入地狱的最合法化 然后我看到一个女人在火中燃烧 他说 主啊 怜悯 把我从这里带出来 他对耶稣说 我丈夫在一个好地方工作 然后他失去了工作 我们开始遭受贫困 有一天 他对我说 亲爱的 既然我们陷入经济困难 我们就不应该有更多的孩子 我们必须防止意外怀孕 因为我们将无法资助他们的学习 在那个决定后不久 我意外怀孕了 他生气了 他强迫我堕胎 我继续流产 一切都很顺利 然而 几个月后 我第二次再次怀孕 我流产了 当我第四次怀孕时 我遇到了麻烦 我在堕胎过程中死亡 我因为他的决定而死 他强迫我 他和孩子们一起留在世界上 但我死了 我因为他的决定而受苦 主说 没有人对别人的行为负责 主说 这些折磨 你的婴儿是谁 他说 这是我在世界上流产的四个婴儿 真正流产的婴儿 去天堂与耶稣同在 地狱中流产的婴儿 是被定罪的良知的投射 以永远折磨这些 犯下这些堕胎罪的妇女 避孕套使用者的折磨 我看到所有这些流产的女人 她们的子宫都在腐烂 当我看着她们时 我看到我们上面 有一个巨大的避孕套 里面的精子 已经腐烂并变酸 这些避孕套里面是男人 使用避孕套来预防怀孕 他们因为避孕套而杀死孩子 他们被避孕套内的这种酸烧伤 这些酸在喊正义 然后我看到一个男人在避孕套里 他与妻子商定 在孩子之间留出两年的时间 他使用避孕套以避免意外怀孕 他掉进了地狱 因为他用避孕套浪费了他的精子 因为他不知道如何计算月经期 这个地狱知识是巨大的 有些人在婚前发生性行为 有些人在梦中发生性行为 有些人在他们的思想和思想中有性行为 有些人用眼睛发生性行为 有些人在卖淫 有些人流产了 我看到那些因为使用避孕套来防止怀孕 而倒在这个房间里的人 然后主说 地上快要黎明了 我们必须离开这个会议厅 当我们离开这个性罪的房间时 我看到一个男人被魔鬼拖进这个房间 他一直说 释放我 别管我 我看到他的生殖器官不成比例 他正在腐烂 有蠕虫出来 我说 主啊 这个人怎么了 主说 他习惯于把他的手指引入小女孩的生殖器 这是他的惩罚 然后我们离开了性罪的密室 当我醒来时 我看到现在是早上七点 下一个 阿斯顿 亚当 姆巴亚二十天门 对死去的基督徒的审判 对死去的基督徒的审判